歌歌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 歌歌妹妹有意思 当爱的人很多 不预想你会在乎我 难道一生的时间 都用来换和你 一个误会 谁能真的让心 幸福到故事的结尾 何必那么的慌张 有些庆幸才是错误的开始 我不需要 也不重要 做一个傻子多么好 我不明白 也不需要明白 就让我这样到老 谁能真的让心 幸福到故事的结尾 何必那么的慌张 何必那么的慌张 不是要明白 也不需要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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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我这样就很好 没什么紧要 只需要你 轻轻一个拥抱 就算不留下什么也无所谓 就算留下了什么也都珍贵 珍贵 珍贵 做傻子也多好 我不明白 也不需要明白 就让我这样当老 林佑佳的傻子 你是个傻子吗 你是个开心的傻子吗 三点十分第二个小时的 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玛丽 我是傻子马克 生活灭火大会 欢迎各位傻子们来生活傻子咯 或是来灭火傻子们 生活傻子咯 听起来 本来之前很好骗啊 我还剩个火吧 他们就会听我买单乖乖买单 有这样的东西的话 欢迎大家进来分享 0223639955 23639955 不够靠近 哦 她不爱我 说话的时候 不认真 沉默的时候 又太用心 我知道 她不爱我 她的眼神 说出她的情 我看透了她的心 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 她的回应 清楚的不够更紧 我看到了她的心 演的全是她和她的电影 她不爱我 情况如此 她还是淹灶了 我的心 你想被这样的对象 引走你的心吗 她的心里都是有别人的 逗留的足迹 别人的背影 别的人在她心里 我记扫了永远的石灵志在里面 我知道 她不爱我 她的眼神 说出她的心 我看透了她的心 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 她的回应 清楚的不够更紧 我看到了她的心 演的全是她和她的电影 她不爱我 她不爱我 情况如此 她还是淹灶了 她还是淹灶了 我的心 我看透了她的心 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 她的回应 她的回应 清楚的不够更紧 我看到了她的心 演的全是她和她的电影 她不爱我 尽管如此 她还是淹灶了 我的心 说的明明白白 她有多烂 她有多糟糕 她有多不OK 她有多不爱我 可是不管怎么样 她还是引走了你的心 现在也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吗 前一阵子录马克的信箱 那几封应该都 还没播出吧 反正那时候也是 回了好多封信 那天也是宇宙的力量 很多类似的故事都串在一起 然后你都会觉得 天哪 你怎么办法跟这样的对象 拉扯这么久 然后最后还是被这些 很有问题的人给甩开 然后很难过 这个真的是常说断舍离 该舍弃的感情 也是舍一舍吧 搞不好今天 会不会就是一个好日子呢 元宵前一天分手 拖 待戏不要拖过年 是否有天我们会老去 街头不齐而已 小家说爱情是场闹剧 是否有天悲伤回远去 每场淋过的雨 都写成练习曲 从开始走到终于 终于无能为力的结局 在爱之外的差距 还是过不去 未必自留的余地 挖满了回忆 把承诺都还给你 把祝福都留给你 一个人走 和平分手 爱别无所求 谁都不必太内疚 接受无心 犯的错 也好过 非情长理由 微笑分手 破碎的以后 未遂这世间自由 遗憾都已 难不咎 梦醒了 也许换一个好多流 梁文英再加上了 小黄奇的合作 和平分手 02-2363-9955 2363-9955 生活灭活大会 你有相关的物件要分享吗 嗨 你好 你好 馬克玛丽 起人起快乐 起人起快乐 然后我是要生活 刚刚除湿机 我买一台15瓶的日立 有负离子功能的除湿机 然后 虽然我的瓶数没有那么高 差不多 瓶数也只有五、六瓶左右 可是 我会把它 把那个衣橱打开 除湿 那个味道 衣橱就没有味道 嗯 是真的好用 就不用再放客草你 有多了负离子 真的有感觉吗 有 因为我发现 我之前 没有买那台除湿街的时候 我进去房间 会有 就是我自己房间的味道 嗯 虽然不是臭的啦 就是会有 那种房间味 可是 我放那台 副离子 除湿机完之后 嗯 然后 我就会从客厅再进来的时候 发现味道会有点不一样 嗯 清新的味道 不一样 也不是清新 就是会有一个 那个空气 比较 赶紧的味道 啊 我觉得是好闻的啦 不是 不是不好闻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 推除湿机的 然后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附离子 可是我觉得除湿机其实是必要的 而且 那个衣橱通常都会有衣橱味 啊放客草拧啊 其实那个 一下子就 就 就没有用了 嗯 我觉得倒不如把 放除湿机的时候 然后打开那个衣橱 嗯 然后开除湿机 我觉得这样子是好用的 嗯嗯嗯嗯 所以我生活 好的 好 好 然后我 我可以讲第二件事情吗 清楚 我不是要更远 我是要感谢玛丽 什么 我的青春之歌 我一直没有办法打进去 玛丽刚刚放了 就是假装 哦 因为 当初 就是被劈腿的男生 然后我就一直听 假装跟一个人这首歌 而且一个人里面 其实还是一个人啦 一个人 就是蔡依林的一个人里面 有一句 不知道要睡左边还是右边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真的会一直 想说我要睡左边还是右边 所以当时你被劈腿 呃 我觉得是 因为 她有玩网络游戏 然后 跟我们分手之后 我发现她Facebook 有一个香港的女生 嗯 然后在跟她 就是有互动 所以我觉得她是劈腿 但是她给我的理由不是劈腿 是一个很瞎的理由 分手理由都是瞎的 嗯 嗯 呃 我觉得瑪莎的就是她用那个 妈妈不喜欢我 嗯 但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 跟她妈妈见过面的这个理由 哦 就是我大概知道 应该就是劈腿 嗯 然后 我就是那时候就一直在听假双跟一个人 这两首歌 嗯 然后每次就是在躺在床上的时候 就会一直想到一个人要睡左边还是右边 这边 我觉得真的很適合 而且会听着听 然后你就睡在左边或右边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睡 而且側躺的时候眼泪是从另一个眼眶流到另外一个眼眶 哇 好有画面啊 嗯 真的 我那时候觉得很 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很瞎 嗯 可是真的是从另外一个眼眶 然后就側躺 然后就从另外一个眼眶的眼角 然后流流流流流到另外一个眼眶的眼角 眼泪都流不停 我真的 对我那时候超爱假装跟一个人这首歌 就是无时无刻就一直在放这两首歌 嗯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感谢玛丽 好的 好的 这歌打不进去 谢谢你们 谢谢 掰掰 生火灭火呢 又有在全组里面她生活的是电影 她想要生活的那份 刚上没多久的瀑布 她觉得看了假 结果跟王靖互标演技觉得非常爽快 但是说到这个新向的啊 就是因为我有看鬼灭之人 可是我不是鬼灭之人迷 就是其实我看的是没有特别的感觉 那她最新上的那个油锅片 刚好这一季在昨天就结束了 后几集我真的是被那个动画的细致度 吓到 就以前别人常跟我说什么做的很精细 就会有做分析 然后我也不是没有太有感 我就觉得你不要 不要像排球少年那样 应该都没问题 我都可以吃下去 可是那个是 我真的想说 我心里会浮现说 至于要做到这个地步吗 就那个场景细致度 然后那个打斗的精细程度 我就觉得天哪 我都不是米 我都可以感受到那个能量 用心 如果你是鬼灭之人迷 你应该看了就是 很感动 对热血澎湃 那个我就慢慢推荐给大家了 刚好第三季又已经完整结束了 你要追你可以看一下啰 你是不是就冲着力红来 不是我今天歌单都排好了 我就是沉不住气 大家就说我sensitive 害我在上个小时临时插不了一首 然后忘了我这小时也有他 你就是爱他 我力红粉 你舞迷 你力红 你要留意 我恒物好传统 唐哥 你一直看见 我能促独到你 你自己义猴街灭 你自己义猴街灭 我还能天啊 你自己义猴街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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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义猴街灭 永远 爱情和明天 将会换上不肯测的脸 谁能赢的时间 背叛了从前 再也不能后悔 这次说再见 而是再见 这次说再见 你竟然没落泪 沉迷了决裂 在你眼中却好明显 已经新冠对你有怀念 想抱住你 想亲吻你的脸 这次说再见 不会再见 我们以为分手会是一种解脱 却爱没分手就已开始寂寞 爱了多久 离忘就需要我救 Baby如果分手 只是一种逃脱 而分手以后 灵魂只能飘泊 你没流的泪和我没给的挽留 是个错 是个痛 啊 既然没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有名的皮肤科医生就是陈皮 但陈皮知名的就是他的男挂号 非常非常困难 一瞬间涌上太多 明星刻骨 忍不住泪眼模糊 失败的分手 我应该宽容却才伤痛 你应该抬磨 却哭着抱歉倒在我怀中 失败的分手 我恨自己想最失踪 藏出了你去幸福的路口 他有来补充了台北新北都没问题 就是好的皮肤科医师不是医美那种 都欢迎大家 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觉得很赞的名单 欢迎可以上我们的全组里面推荐给他咯 搜寻 搜寻Telegram 到这个APP 或是你在电脑直接搜寻Telegram 找到我们的全组 我们的全组名称呢 是Dear Marcy D-E-A-R-M-A-R-C-Y 陈皮虽然很难挂 但陈皮呢 有他自己的陈皮圣经啊 是无私的分享在网路上的 就他有很多他自己的 保佑的观念等等之类的 所以直接搜寻就有了吗 对搜寻就有了 哇那个陈皮的文章之多 然后他的要求其实也蛮多的 可是的确是很多人照他的方法做了之后 肌肤得到很大的改善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改善你的肌肤状况的话 我觉得你也不如就自己试着 先从陈皮的要求做起 除非你现在是真的脸上有状况了 你急着要看 我要怎么用找圣经 陈皮好像叫陈皮靠腰吗 陈皮靠腰 我记得他有一系列的文章 关于使用什么保养品 很多我们可能常用的 带他来说是严格的禁品啊 鸦片啊完全不能用的 往前面靠腰 哦 这么多啊 他有一群就是非常非常 死忠的陈皮信徒 分手给我的头 学年累了你 边走边担忧 我伪装被试图 去不幸福 甚至不自由 失败的分手 我应该飞向海阔天空 不应该留守 隐居在歌 太多了 现在已经出到五六十集了耶 很多很多 他是他等于是 我记得他是从饮食的方面啊 洗脸的方面啊 保养品的方面啊 可能就连防晒就是他应该讲的蛮齐全的 心头充满遗憾 请求 最近因为自己的皮肤出了问题 所以其实也是 在想办法当中 对就是怎么讲 开始在想这件事情 但 现在自己的想法就是 除非我可以把那些 不该吃的东西都不吃 然后睡觉都好好的睡 然后同时也都没有感觉到生活的压力 之后 都还没办法 就是已经这样做了 可能做了一季 我觉得这是最低标准 你要这样子 一季就是三个月 你要好好的不吃那些会过敏的东西 然后不吃辣 不吃炸的 然后糖分摄取 全部都减量 然后好好睡觉 之后 再开始去想想 我该怎么办 对吧 我觉得好像应该要先把 这些东西先做好 饮食真的是也蛮重要的 可能你都没有 意识到自己对什么过敏 摄取过多 就是你也是要从观察自己的身体 是第一步啦 这个是 当我要如何 如何能停止 再一次想你 我怎么能够 我怎么能够 埋葬一切回忆 让我再看看你 让我再说爱你 别将你被引力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 请不要说能忘记 就让那回忆淡淡的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 也许会更像你 也许没有 也许 用丝丝 用丝丝 咳嗽 用丝丝 丝丝 我还是喜欢旧版的 新版的真的是 新版会让人家很心服气躁 我每次看到就是会很吓到 就像我打喷嚏吓到你一样 那个压力太大了 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 脸上不会有泪滴 但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 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 让我再看看你 让我再说爱你 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 请不要说难忘记 就让那回忆 就让那回忆淡淡你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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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会忘记 也许会更像你 也许没有也许 分手时候说分手 请不要说能忘记 就让那回忆 淡淡你随风起 也许我会忘记 也许会更想你 也许已没有 也许 罗石峰大哥还有林淑蓉无言的结局 这个段落的最后一首歌 就来预告今天的台北 这一线是 嗨 你好 华人女生 当我要入五合 她和情人节快乐 不会是在要去吃饭庆祝的路上吧 我们确实是要去辣杯杯的路上 但不是去吃饭庆祝 是去巡殿一下 所以现在是可以公开讲 待会有机会在辣杯杯 可以看到你的吗 也可以喔 追星时刻追起来 今天那个彪哥有好好打扮一下 彪哥有打扮光芒万丈 有点那种韩风欧巴的感觉 高领毛衣配大衣 高领毛衣配大衣 这是孔流的状态要登场 孔佑孔佑 对 陶宇你们现在会不会过情人节吗 她还是有买玫瑰花送我 然后我就问她要买什么送她 结果她已经跟她的好朋友们就是订了冲浪板 就是说大家就用一个理由说 一起买啊凑个运费嘛 卸一下运费这样 然后我觉得很合理 所以待会我也要去逛街 那附近就是寻完店之后就逛起来 去看一下我们的店员大家都蛮辛苦 然后主要是要住玛丽 马克因为已经有人陪了嘛 那玛丽当然也有很多朋友 但是还是祝你情人节快乐 谢谢 你现在还有需要旁边有人吗 床都是你睡吗 不用分左边右边啊 我翻来翻去我360度啊 转了都可以 自己在床头转 祝福你一样开心好不好 我要跟大家说那个新的西地响了 曹姐那集非常好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真的吗 我觉得很好笑啊 好 因为我已经忘了聊什么聊好久 就隔满久才上的吗 对也是隔满久 然后也是聊好久 一直讲 那我想说西地你都不会累吗 就是两个啪啪啪 那节奏很快这样子 因为连车上都在录啊 都没有休息 感觉应该是很精彩 然后真的是剪出一个精华片段给大家 应该是应该是 反正他也蛮能聊的 然后想不到他多年前对我那样的仇恨 对 那个很新耶 那个真的是完全没听过耶 真的假的 因为你们还太小 你们不知道 哦 我想说哇 竟然还有历史事件我不知道的这样子 很多很多 好好好 节目还你们 我们要下停车场了 好拜拜 拜拜 相公共再见 生日快乐啊 你现在收听的是fm92.1飞碟联播网 你没有转错也没有被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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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 为您邀请到在北投拿卡西主唱的 吴女士 台北今夜冷清清 声音歌 comply 吴女士 这很信zug的 phrase的 词坂的 音化的 响音 学习他正你心 我在咖啡厅 点一杯咖啡 抢掀两人 weight 无所谓 电源垂帘 临坐的邪言 oh 吸引力发着一面走来一个面 换上一批带手表抢卸到不来 匆匆一遍我就要打向你是我的 一个转身才发现 它后面跟着一个美 爱演的旧旅快给我翻开 比武拆开 比银和海关 爱情的墨迹要分开红海 不理权我就要导弹 让你明白爱不简单 爱演的旧旅快给我翻开 比武拆还开 比银和海关 求彼得的剑意 被我折断 天下老人奄奄一息在我家里 说他再也不敢 他不省情对抗 和吃一口菜 女孩偶尔涂塞 像只猫背拥乱 来问他胸肩 清除他指尖 无所谓 我挽娘脸 和全世界白眼 oh 一闪一闪绕 我眼睛睁不开 不要将在你们的平衡好看 大胆的命迹 刚才单身往过雾雷 一个转身 雷雷雷雷 把光发的眼睛走出去 爱演的旧旅快给我翻开 比武拆开 比银和海关 爱情的墨迹要分开红海 不理权 我就要导弹 让你明白 爱不简单 爱演的旧旅快给我翻开 哭哭哭哭开 比银和海关 眼球比特格坚毅 被我折断 要想老人奄奄一息在我 就得说他早也不敢 爱演的旧旅快给我翻开 比武拆开 比银和海关 爱情的墨迹要分开红海 不理权 我就要奄奄 让你明白 爱不简单 爱演的旧旅快给我翻开 比武拆开 比银和海关 求银和你坚毅 被我折断 别想老人奄奄一息在我 就得说他再也不敢 以前我真的太不懂事了 怎么会叫爱演的旧旅滚开呢 十对有八对不可自己会分开啊 都在讲说自己很相爱 觉得另外一半蛮棒的 其实都还好 以前我真的是看的东西太少了 原来还能先败 只是不说拜拜 任谁都能看穿 他真的被挨挨 我早该明白 我的公主真实存在 只是我们都是活在那些城外 红落着海洋 原来无法轻飘飘 推开电门角便留出一只猫 脑海惊人 对双猫用力踢一脚 不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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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 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棒哟 在情人节的这一天 我们要进入到新的故事 那刚好 是我知道的吗 现在呢 也是在华山有在展这个展 这个展呢 或是这个角色呢 非常非常有名 甚至还有跟 饮料店联名 就是小王子 哦 我们要进入小王子 那在故事里的心理学呢 要探讨的是关于永恒少年这一件事情 常常呢 我们在读小王子的时候呢 会说 哇 这个好像是作者的有种半自传性故事 那有些人呢 也是读完了以后每次都觉得说 蛤 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些什么啊 我们今天呢 用心理学的角度来再读一次 因为从以前 玛丽姐姐说故事好像就念过了小王子 嗯 《遇见小王子》 这个故事呢 有非常清楚的段落划分 作者 盛修伯理兄第一人称作为影言 像是个人传记一般 然后之后是小猩猩王子的故事 自传的部分是这样开始的 在我六岁的时候 有一次 我在自然中的真实故事一书 看见一幅超棒的图画 那是一本 关于原始森林的书籍 图片画的是一条大蟒蛇 正要吞下一只动物 在那之后 我想了很久 想着关于丛林冒险的故事 同时我也拿起了铅笔做一些尝试 我成功地完成了我的第一幅画 我的第一号作品 长得就像这样 有看过小王子应该记得吧 就是他画的看起来像个帽子的东西 可是他说其实是蛇把大象得吞进去 所以大象其实在那个蛇的肚子里面 我把我的杰作拿给大人看 问他们会不会吓破胆 但他们就回答说 吓 吓破胆 一顶帽子有什么吓破胆的 可是我画的根本不是帽子啊 我画的是一只大蟒蛇在消化大象的图画 但既然大人都看不懂 我就画另外一张 我画出大蟒蛇在大象的图画 我画出了大蟒蛇的肚子里面有一头大象 这样子大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的东西 大人总是需要解释 我的二号作品就长得像这样 这次大人们的回应就是建议我放下大蟒蛇的图画 不管是肚皮有看到还是没有看到的 他们想要我专注在地理历史数学文法这些学科项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六岁的时候我就放弃了可能成为杰出画家的生涯 我因为这两号作品的失败感到灰心丧志 感到灰心丧志 大人们从来就没有能自己去了解事情 对小孩来说就是要不断地对大人们解释 这真的很累人耶 在我的人生中我接触过许多严肃的人们 我在大人圈中打混许久 我近距离地观察大人 但是对大人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多少 当我遇见其中一个感觉头脑稍微清楚一点大人的时候 我会让他看看我珍藏在身边的那个一号作品 就是那个像帽子的那个作品 以此作为测试 我想要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有真正的理解能力 但是无论是男是女都会回答说那是一顶帽子 因此我就绝对不会跟那个人提醒大蟒蛇 谈起原始森林或是提及星星 我会把自己降到他的层次 我会跟他谈桥牌聊高尔夫说政治 还有人说就是你们最近在看什么剧等等的 而大人们会因为遇见一个如此通勤达力的人 而感到愉悦 因此我孤单一个人生活 没有真的能说得上话的人 一直到六年前 我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出事了 当时飞机的引擎有些状况 我身边也没有其他的技师跟乘客 我就独自一人尝试困难的维修工作 对我来说那是生死交关的问题 我的饮用水只够勉强维持一个星期 于是第一个晚上 我在远离人烟千里之外的沙地睡着了 远比因为船难而坐在救生阀 漂流于汪洋大海的水手 都来得与世隔绝 因此在日出的时候 当我被一个奇怪的细小声音唤醒的时候 你可以想像我会有多么惊讶 那个声音说 请你帮我画一只羊 嗯 什么 帮我画一只羊 羊 以这样看起来呢 就是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作品 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看懂呢 或者是不要说懂这个字好了 我们有没有办法用不同的切角去看那些作品呢 包括小王子他说他的飞机失事之后 他降落在沙漠当中 然后他提到了 在汪洋中被孤绝的水手 那同样也会想到之前在看少年拍的奇幻之旅 奇幻漂流 在讲的 可能同样也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啊 当你被困在一个没有任何地方 没有任何人的地方 嗯 然后你是怎么样去度过这一段旅程的 那关于呢 这个小王子呢 的一开始自传的时候 以心理学的看法是说 这是一个受困于童年时光的男人 他没有办法去面对真实人生的回忆 嗯 这边呢 有些心理学家认为 盛修伯理他从来没有进入到成人的世界 他就被困在被拒绝的经验 因此他也拒绝成人世界 嗯 有时候我们会感叹大人 不了解孩子的内心也缺乏想象力 但事实上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一眼就可以看见事物核心的人 默契本来就是相处而来的 那这些童年的幻想啊 不恰当的停留在盛修伯理的身上 结果就是他没有办法将内心的童真 跟外在的现实世界妥善的连结起来 他选择了自我保护 然后鄙视那些 哼 你们这些大人喔 就这样长大了 那世界如果不跟他们配合 他们就会感到幻灭跟憤世嫉俗 节目最后呢 有女生的歌曲是来自于 Icebo 冰球乐团的别无所求 3点54分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你说先再见咯 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拜拜 Oh please I don't want nothing 再爱我一次就好 Don't walk away Oh please Oh please I don't want nothing 让我吹吹杯也好 Don't walk away Oh please I don't want to be 再爱我一次就好 Don't walk away